卡一户拼圖就完成 发起人 判人性自私 基本上这边大概就 楼上都同意了 大概都同意了 没问题 现在就是最主要是 苏先生那个态度很害美 北市吉林路危老重建案 住户林盈慈与陈世新 奔走整合住户 人卡在最后一块拼圖 位于中山区吉林路 51项引吉松江路 132项包含的揭阔 面积约180平 上头有6栋 屋林约60年兼募20个地主 有的人想要伪见 有的人想要合见 所以那时候就意见分歧 所以才又发了这个信 邀请大家来 这个是在我家开的 得知伪老重建 有优渥荣机奖励 住户林盈慈与陈世新 去年9月已立到现在 开了好几次会 也看到人性自私与贪婪的一面 他一个人也没结婚 也没小孩 我也不需要留给后代 他根本就没有很强的意愿 他要去重建 他手机也没有 打电话也不接 那我们只有堵 他去倒垃圾 主观意识很强 他已经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是说 这个是建商算值 有个邻居还泼冷水说 过去20年都谈不成 条件没当年好 你要跟东兴大楼一样嘛 政府要盖房子让你住 然后你都不要出钱嘛 整合之路困难重重 但达多租户经沟通了解后 认为自帝之间有利 都愿意参加围绕 其中一位女租户去年7月花900万购屋 100万装潢 因试念建筑精算后 知道更新后房屋价值翻两倍才点头 现在就卡在一户 基地得缩到80平 同时也是算命式的陈世新 感叹千算万算 没想到老来还卡在围绕这一关 房子最后能不能顺利更新 还得看不同一步的脸色